我们接着谈资产负债表最后的一个部分 我在想我们再重新想一下 资产负债表其实它一开始在流动资产的时候 它有现金还有其他的应收账款或存货等等 但是一般大众他也比较想知道 某一家公司的现金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还有他现金是不是足够 那我就类似这样简单的跟大家说怎么去判断这个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财报摊开之后 你把现金去处理总资产 然后看看它的比重 然后以跟过去这个趋势来比 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公司的现金到底足不足够 那也要看它现金的增减趋势 也就是说财务报表只是过去的一个资讯 可是你不要只看现在 你应该有一个趋势的一些比较 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 那至于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的quality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将来也会提到这个现金流量表 那现金流量表主要有一块 它是说从营运活动 营运活动的话主要是跟这个企业 它本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事业活动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营运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operating cash flow 那这一块就是说我公司从本业我所产生的现金的能力如何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回到损益表去看 损益表的话它的button line 它的底线就是会有一个是税后经历 当期的税后经历 所以你把从营运活动来的这个净现金流入 除以你的当期损益 假设是大于1以上 其实你就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说这家公司它创造这个现金的主要的来源 那我们讲的是品质 是来自于它经营这个它自己本业的一些获利 那这也不是很好吗 所以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你去看比较 你觉得你比较信任的公司 比如说你叫台积电好了 你去把它的营运活动的现金流量 去除以它当期损益 通常都是大于1的 那这样的话 它通常的现金的品质 其实就是蛮不错的 这边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参考 因为现金为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金融还效风暴之后 很多企业它是要在乎现金的 那你个人的话更应该 所以这边有提到现金够不够 或是现金的品质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就是交易目的跟被公出售 这个其实坦白讲 我也不是说要去浪费这个时间 但是为什么要提的 这主要是跟金融的34号公报 是有关系的 以前在讲是说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 它只要在附入揭露就好 现在是说你要跟公平价值 来做一个变动 来做一个比较 那在交易的时候就列上了 所以给这个经营的公司 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交易目的是什么 就好像有点像自营部一样 如果你这个金融的资产 你买进来 你主要是要获得它的资本利得 要进进出出的超盘 那要获得 这个基本上就是交易目的 那所以你去看财报 它就会有交易目的 流动 流动的话就是说 它是一年之内的 它会被交易次数会很频繁 那可能有的人会挑战说 那你怎么会这样子讲的话 那为什么交易目的还有非流动 那主要是因为非流动的话 我们讲的是长期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也许你是流动的金融资产 短期的交易目的要用 但是因为你不小心被套牢的 所以你也不想要去处理 那当然它就可以自动转为 比较属于长期性的投资 所以会有流动资产 交易目的是非流动 就是这个意思 那被公出售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这个金融资产 我持有 并不是在短期之内要有处分的意图 可能是要超过一年以上的 那这样子就是属于这种被公出售 这个流动 或是被公出售非流动 那非流动就是一年以上要处理的 流动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 在一年之内要处理的 那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 奇怪怎么有一点错乱 你不是说一年以上被公出售 放在那边等 为什么会有流动的 因为你有时候你这个金融商品的话 你可能到期日可能是 你要持有是两年以上 那现在大概剩一年之内就到期了 你可能要处理它 那基本上它就变成流动 所以它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交叉 同样是交易目的或被公出售 那它会有流动或非流动 如果你去看财务报表的话 它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然后再来就是应收账款 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关系人交易 所谓的关系人交易就是 你把东西卖 你东西销售创造出来 可是你卖出去的 也许你都是锁定在 某几个相关的关系人 所以你可能去查一下这个关系人交易 那这样子的话 像这种过高的话你就要谨慎 因为不可能说 我营收不断的冲高 但是我应收账款一直收不回来 像过去在民国九十几年 发生的柏达的案子就是这样子 它的营收冲得很高 但应收账款也居高不下 最后大家事后去看的话 它那时候的应收账款 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以上 是锁定到五到六家的关系人 那像是遇到这样的公司的话 你的应收账款这一部分就要很小心 那存货的话 存货就是跟这个十号公报是有关 因为存货会叠价损失或怎么样 或是有一些是未分摊固定制造费用 你要怎么处理 这个之后我们也会提到 也就是说当然在流动资产部分 其实就要有现金 应收账款跟存货你就要很小心 而且存货的话 你又要小心它叠价 等等这些issue 所以这个要给大家清楚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 除了流动资产之外 我们还有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等等 那你在长期投资这一块 大概有八个 那各位可以去看每一家公司 其实都有说 名词是一样 但是它可能项目有时候会改变 比如说像公平价值变动 列入损益的金融资产 跟被公出售的金融资产 这个就是刚刚我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这些 你是要跟市场上的一个价值 做什么样 做公平价值的一个调整 那也就是这个 我们在英文在讲 Mark to Market 那这个常常 那你这个有损益的压力就会来的 比如说像公平价值列入损益的 就是比较属于交易目的短期的 它是可以列入到损益表 所以它会影响你的损益 那被公出售 它如果有损益的话 它是不能列入损益表的 它是要到资产负债表 股东权益下 列入到这个股东权益下面里面 那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点要跟大家补充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事件这个被公出售 这个是在过去 在2021年富邦金控 它在被金管会金检的时候 被金管会要求这个重编财务报表 那其实我是没办法在这边细细的列给大家听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这边所列的 它主要就是在交易目的跟被公出售这个金融商品 它给人家改变认列的地方 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交易目的的话 你有损益你要认列到损益表 那如果你原本摆在这个被公出售 你本来就不能列到这个损益表 那富邦这个case 它是把被公出售原本的 它列在被公出售 它把它转在这个损益表 所以它的盈余就暴增 那暴增的话 当然就对它的美股盈余 对它APS或是对它的股价有影响 所以金融院发现之后 就是说你跟你当初所要讲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根据你当初所遵循的这个原则 你要重编这个财务报表 所以有时候你这个新闻事件 它基本上它跟财务是有相关的 但是你要是不了解 我这边跟大家所提的话 你可能就不是很清楚 那接下来什么权益法 以成本衡量 你购买未上市公司的 你当然要用成本衡量 还有那个权益法 权益法是代表什么 你母公司或子公司 你持有其他投资公司 超过20%的一个股份 你的对方认练的投资的收益 比如说股利 你就要移到你持有的比例来认练 或是你被证明说 你对这家公司有影响力 这就要采权益法来认练 那最后一个就跟大家提到就是 你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果是你交易 有跟交易有关的你就放在交易目的 但是如果是避险的 那你就要放在这里 避险 那基金呢 像基金不是像一般我们讲那种基金 这种有时候是什么像常债基金 或是跟退休有关的这些基金 那常债基金就是说 有时候你到期日要还的时候 价格那个钱很大 所以你可能要按照说 在到期日之前 每年定期拨一段的钱进到这个账户里面 进到这个Trust的账户里面 那这个它会妨碍这个长期投资这个科目 好 那再来就是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话 我们大概就要注意它这个整体金额的变化 如果忽然间你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忽然间减少 这也是蛮麻烦的 因为固定资产其实是公司要投入在生财的设备 去创造出未来回馈收益的一些准备 那如果它金额变化没有 你怎么去提高你的研发 你对你的技术上怎么去提升 这很值得去讨论的 再来就是折旧费用 也就是新任务资产的折旧费用 比如说像高铁 你要再买这么多的火车进来 它盖这么多额外的四个站 那你要不要去提列这个折旧 折旧一金额一提列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税后盈余 所以你就不会赚钱 就一定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就是要注意它 就是它有没有一次性的特殊交易 有时候你可能是我处分固定资产一致性 土地或什么的 那造成或处理设备 造成一次增加这个 那这种常态看来 我们要看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有特殊的交易 那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就比如说商育 还有专利权等等 这个大概就是要了解一下 因为无形资产有时候 你这个摊销的话 那可能也会变成 类似像折旧一样 因为折旧是对于有形的资产 那无形资产的话就是 我们就是用摊销的这个过程 还有的公司 他喜欢用这个并购 那并购 你所出的价格 超过这家公司的禁止 那就变成创造出来的商欲 那当然我们很难去预防说 有些公司是吃假的 可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今天出教 要去并某一家公司 如果他这家公司的禁止 低于我这个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被我创造出来的商欲 那商欲的话其实 你还是要提这个 类似像有形资产要提折旧 所以这些都是资产负债表 你所要去注意的 最后有其他资产 其他资产其实我认为 占的比例 不要占整个总资产的20%以上 我觉得最好就是低于20%以下 因为你其他资产太多 这也蛮奇怪的 其他资产包括什么 闲置资产 或是你的 好像是怎么样 保证金的 你好像缴交保证金给 为了一个标案 缴交保证金 这种也算是属于 其他资产方面 所以这整个下来 其实就大概就是属于资产 那负债的话 我就很简单跟各位提 负债大概就是 流动负债跟长期负债 那我们就用这个表来看 这个表是从一本书上拿下来的 其实在负债 我们有长期负债跟短期负债 那我个人认为 还有好债跟坏债 那就奇怪 什么叫好债坏债 好债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是不用付利息的 像你看全家便利或是统一 它其实它在它的负债额度 可能是蛮大的 可是它有一些是什么样 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坦白讲是 好像是你的 好像是你的供应商提供 给你一个无息的贷款 事实上来讲 这些就算是好债 那所谓坏债 是名称上 你要付利息的 就是比较不好的债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去区分这个很重要 那长债跟短债 有一个观念点就是说 基本上在财务管理上面来讲 我们是以一年 大概为一个区隔 一年之内的 我们都认为是短期 一年以上我们都会长期 那短债就是 未来一年之内 你要支付的债务 就叫短债 那超过一年以上 你要支付的是长债 那通常以财务的一个观念点来看 你应该是 短期的资金啊 短债应该是要利用到公司 利用到短期的资金需求 那长债的话 应该是属于这个公司 这个有长期性的 这个投资的一个资金需求 那不要说 你用短的 短债去走这个 长期性资金的需求 那这样子就有一点是造成怎么样 我们所谓讲的是以短之长 就是用短债来达成这个 你这个长期投资所需要 这个长期债务的这个目的 那你就时间到了再借 再还 然后再借这样子 那这样子是OK的 可是有时候 你要是说 有一些风吹草动 那债权能给你紧缩银根 紧缩银根事实上是讲是说 你要再借钱我不借给你 那这就很麻烦 这就可能会造成怎么样 你的资金有周转不灵 那就算你这个公司 有赚钱的话 实际上有可能是会有倒闭破产 那这个就叫黑制倒闭 所以基本上体业的经营 跟个人是一样的 他都要很重视他的一个信用 当你信用不好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接到长债的 可是你公司还是要经营 你常常就要以这个短债 来作为这个 这个长期资金的投资的需求 这样就会造成以短之长 那这个例子 是在某一本书上拿下来 各位可以看 从91年到93年 你可以看它的流动负债 其实就是短债 它好像是逐渐的怎么样 增加那个趋势 那在长期负债的话 感觉上是从1035逐渐的减小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是你就可以去想说 它短债逐渐的增加 长债逐渐的减少 这样的是不是有那种 以短之长的现象 那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财报都告诉你数字 你要了解它的话 你可能要去了解说 它长债减少 是不是有一些已经到期还了 或者是有一些是可转债 就转成股票了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子就OK 如果是短期资金短债一直在增加 长债一直减少 那总共的负债额度 又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的话 那就好像回到我刚刚跟大家所提的 它就好像是用短债来 for fill它长债 那就是它长期性投资的资金需求 那这样就会有移短之长 那移短之长的话 最怕的就是 你一旦有问题的时候 你被紧缩银根的话 资金就会有缺口 资金有缺口的话 那很对不起 最后你可能就是走向怎么样 走向破产 所以说基本上 我就是把这些做一个总结 实际上我在这几次下来 我们把资产负债表 很多地方跟大家做分享 甚至还有跟 这个股东权益变账表做联系 那也有提到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 员工分红的费用化 除权的一个价格 如果把员工分红加入的话 还有库长股 以宏达店来给大家看说 他在高价实施库长股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那最后又用富邦金控这个 他在交易目的跟被公出售 他的使用 也许一个不小心 造成的金管会要求他 重编财务报表 这些都会对公司 是会有产生影响的 那你看 短短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这么短 没几个科目 实际上里面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那也有很多事情 事件是在市场上发生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的话 我想大家应该会有所 对财务上又更了解 好 谢谢大家